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再来介绍另外一种电厂 那这种电厂其实是很重要的 叫做球壳电厂 那我们现在讨论这个壳层定理 它是一个带电的球壳就是中空的 中空的但是它是一个球体 那我们就分成两个区块来讨论 第一个是壳层的内部 就是你所取的点呢 假设是在这个球壳的内部 跟外面来讨论 那这个带电的一个均匀的球壳 它对球壳外面的电厄呢 所产生的作用力跟吸引力呢 就相当于所有的电厄呢 都集中在它这个球壳的正中央 就是球星的位置 所以换句话说它就视同就是一个点电荷 所以对于这个壳层外面的那些点来讲 它的电厂呢就视同这个整个球 就浓缩成一个点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电荷的电厂的公式来求 所以就用K号 K就是它的库仑常数 乘上这整个球壳的带电量 除上R的平方 这个R呢是代表它是大于等于R 意思就是说在壳层的表面 这个球壳的表面的电厂 就视同它是一个电荷的电厂 或者大于这个R的时候 大于它的半径 简单一点点就是说 如果你所取的点 是在球壳的外表 或者是在它的外面 那整个 对这些点来讲 它所产生的电厂呢 就视同这个整个球体 这个球壳浓缩成一个点 所以我们就用点电荷的电厂呢 来找出它的大小 但是如果你所取的点 是在球壳的内部的话 那它的电厂是等于零 等于说中空的这个部分的电厂呢 是零 那我们再看第二种 第二种呢也是壳层定理 但是它是一个球体 刚刚是球壳 那现在是球体 那如果是球体的话来讲呢 如果你所取的点 是在它的表面 或者是在它的外部 就是说你所取的点 如果是大于R 大于R的时候 或者等于R也没有关系 因为在这边 这个地方我们会做一个讨论 不管你是大于R 或者是等于R的时候 也是视同它是一个电荷 所以它的电厂就是用电荷的电厂来找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所取的点 是在它的内部的话 那我们就视同它是一个 有一个小球体在这里 假设你所取的点是在这里 那如果你所取的点是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视同它这个 这个小球呢 它的电荷 它就变成全部都集中在这个球星的位置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比例公式 就是说 这个整个小球的带电量呢 Q'比上它的面积 三分之四πR的三次方 球体的体积 那就等于这个整个大的 因为大的总带电量是Q 那比上它的体积 三分之四πR的三次方 所以Q'比较就会等于这个 然后就把它带回去 带回去 我们就得到这个 这个小球的 就是说你所取的点 假设是在这里的话 那它的电场呢 就利用这个公式来求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R呢 如果刚好是等于R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 跟这个公式是完全 完全相同的 就视同它就是在这个表面上面 所以有关科程定理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